在農曆八月十六號羅東城皇爺聖誕千秋之前 為了發揚季若救苦精神 同時在學校老師推薦下 兩百二十一位高中職國中小學生 接受城隍廟的嘉明鼓勵獲證獎助學金 加油 謝謝 要努力喔 再努力 再努力喔 它是在1815年就蓋的 是羅東最早的廟 那以前就是大眾廟 那日本時代我們也改為城隍 慈德寺 鳳寺城隍廟 然後現在到今天 我們羅東城廟從大眾廟到現在 已經兩百多年了 在羅東地區算是很早 我們的歷史 值得我們去追談 保持這個文化 城隍爺是榮曆八月十六號 就是榮曆八月十五號是中秋 然後中秋晚上我們會住宿 八月十六號是城隍爺的生日 那在城隍爺生日以前 我們都會頒發 對這份獎勵學生們都有自己的決定 跟想法 有的要儲存起來 有的則是要來添購服裝跟運動器材 馬來舞魚舞鞋 因為我要 因為我考上了舞蹈班我想要跳舞 先拿給媽媽 給媽媽要做什麼 春起來 春起來要做 以後要做什麼用 做上課 就是會存起來 然後有用的時候就會用 沒有用的時候就會好好的收好 幫忙分擔家計 然後可以就是買一些獎益 然後用公讀書這樣 開心 開心 那這個獎學金你要怎麼運用 存起來拿去買練棒球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對棒球有興趣 以後想要成為國手對不對 對 羅東城鴻廟也歡迎各界信徒 在農曆十五號中秋節 來為城鴻爺祝受祈福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